由 SQUARE NX 與白金工作室兩大日系遊戲廠商聯手打造的共鬥型 ARPG 巴比倫的雨落 上市前頗受大家關注 但打從 3 月初發售以來 似乎一直沒辦法在市場引起多大的波瀾 遊玩人數不斷的向下發車 根據 Steam Char 的數據追蹤 5 月 9 日的早上 Steam 版的伺服器玩家數 居然掉到了 Zero 零人 一個都不剩完全沒有人在玩了 統計資料中過去 30 天 平均也只有大約 53 名玩家在線上 最高瞬間僅僅 198 人 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 這是上線僅僅兩個月的連線遊戲 根本就快變成單機遊戲了吧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最一開始《巴比倫的雨落》 就是款定價頗高的買斷至連線遊戲 營運地區又有限制 造成很多人不得其門而入 像是台灣就不能直接玩到 再來玩家不喜歡的點 就是遊戲的畫面表現了 由於遊戲整體採用油畫風格的特效 初期的版本在文理 細節等部分看起來會十分模糊 但又是主打高速戰鬥玩法 看預告是還好 實際玩起來畫面就看起來糊在一起 不是很舒服 雖然官方有後續釋出更新檔案修正 但還是讓許多人缺步 作為主要開發的白金工作室 所打造的戰鬥系統 雖然能夠同時使用四種武器 設定頗為新穎 打起來算是爽快 不過副本和任務的設計上重複感太高 讓人感到非常單調 加上劇本也無法引人入勝 雖然出事不利 不過官方還是對《巴比倫的雨落》相當有信心 表示第二季第三季的遊戲內容將會陸續上線 在截稿前大約有30個人回國遊玩 但這樣的遊玩人數 真的有辦法讓遊戲繼續營運下去嗎 真的是令人擔心百間工作室的未來啊